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曾伟明请站出来 请顾全大局支持李慧华连任中国城区长 只剩下一个多星期 芝加哥第十一区区长决选就要举行了 目前华裔区长李慧华 与对手意大利警员的竞争非常激烈 双方势均力敌不分宣治 几乎是五五波的态势 极难分出胜负 李慧华胜选的最大关键 就是要获得中国城居民的支持 尤其是在中初选中 落败的另一位华裔参选人曾伟明 他应该顾全大局凝聚华裔的向性力 全力支持李慧华连任中国城区长 以确保由华裔自己来领导芝加哥郑国城 这一次的第11区区长选战轨迹多端 虽然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 第11选区的投票年龄人口中 雅裔超过50% 白人大约有27% 拉丁裔18% 以及黑人大约占3% 换句话说 雅裔占了绝对的优势 但是因为华裔不团结 使得票源分散了 根据芝加哥选举委员会所公布的初选记录显示 李慧华在第11区中的6个分区的得票率 均居前两名以内 他最后只以175票胜过Chanar Reno 但李慧华在中国城地区的得票率 则是以42%比44%输给了曾伟明 所以如果曾伟明愿意登高一呼 请求支持他的选民 转而支持李慧华 那么李慧华的胜算就非常大 李慧华也曾经亲自请求他支持 不过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曾伟明却不愿意这么做 当地主流媒体《芝加哥论坛报》第二度公开表示 在决选中支持李慧华后 曾经询问曾伟明的态度 他竟回答说他要保持中立的立场 显然他所谓的中立也就是不支持之一 如果今天李慧华在决选的对手是华裔的话 曾伟明要保持中立的立场 没有任何人会责难他 因为无论胜负如何 最后的区长都会是华裔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是李慧华的对手是意大利裔 而且他还在选前发表了蔑视亚裔的言论 如果他当选为第11区的区长 他怎么可能会重视华裔的权益 并在市议会代表华裔发言呢 请曾伟明再思三思 个人的胜负成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国城整体华裔的利益 如果李慧华不幸落败了 中国城不幸落入意大利裔之手 华裔以后就很难再赢回来了 难道你宁愿让其他族裔的人来做我们中国城的区长 也不愿华裔自己领导我们吗 试想如果中国城再次沦为其他族裔的手下 你自己在三年后付出参选 你会有更高的胜算吗 请曾伟明千万别错估了形势 成为中国城失陷的罪人 我认为李慧华在过去一年来的表现非常的杰出 对中国城的贡献非常多 他是芝加哥华裔的荣耀 他的勤奋敬业与专业让我们感动 请具有投票权的华裔 不要忘了在4月4号前前往投票 支持他当选连任 继续为我们服务吧